《政捐時報》5月1日說 過去四天中共高層多次開會 強調維護經濟平穩運行 要求規範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 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4月26日召開會議 強調重啟大基建舊經濟的路線 中共政治局於29日召開會議 要求加大宏觀政策調節力度 穩經濟、穩定房地產等 在同一天中共政治局進行第38次學習 強調要規範和引導資本發展 中共在四天開了三場頂層會議 再加上4月27日的中共國務院常務會議 重新穩就業和穩經濟 分析認為顯示出中國經濟面臨巨大壓力 中共的疫情清零政策以及對各個行業的強力監控 房地產市場暴跌、俄乌戰爭 站在俄羅斯那邊可能會引發的制裁風險等等因素 導致資本市場低迷動盪 同時引發股市大跌和資本恐慌外逃 中國3月流失了175億美元的外資 創歷史的新高 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創下6個月的新低 上海證券指數4月25日更加一度跌破3,000點 7月下場國際投行紛紛下調了對中國經濟增長預測 根據美國之音的消息 CNBC跟蹤的9家金融公司 對中國今年增長作出的預測中值是4.5% 野村證券預測的增幅最低只有3.9% 遠低於中共的5.5%的增長目標 而中國房地產市場成交跌幅也在擴大 根據中資源數據 1月至4月 中國的前100名房企的銷售額 同比大幅降低了50.2% 根據貝殼研究員數據 全國重點62個城市 商品住宅簽約面積累計同比下降了44% 中共在4月18日說 第一季度經濟增長是4.8% 專家認為實際增長數據可能比官方數據低得多 在4月29日 中共政治局會議上承認 中國經濟下行壓力繼續加大 要防止國內黑天鵝灰西牛事件發生 隨著中國經濟形勢嚴重惡化 中共開始打擊暢空中國經濟的言論 4月30日 交引國際研究部主管 中國市場分析師 洪浩的微博帳戶被稱空 微信公眾號 洪浩的中國市場策略也被停用 在交引國際網站 由洪浩負責的宏觀策略專欄之前也被稱空 3月28日 洪浩曾發表 警惕資本外途一問 預測在中國境內的外國資本將會大規模外途 中國上證指數將會跌破3000點 這些預言都已經應驗 這樣洪浩為什麼還會被禁言呢? 旅美經濟學者秦鵬指出 經濟好壞不是由分析師決定的 他們最多只是吹哨人 或者是膽明的公雞 當局殺了公雞 這樣天就不會光了嗎? 中共極端的風控 讓中國歐盟商會主席伍德克直言 清零政策正在使中國經濟遭受巨大損失 更說 中國是第一個爆發疫情的國家 也可能是最後一個走出疫情的國家 即使中共近來推出經濟刺激措施 但伍德克認為 這樣好像截資之後的OKB 他指出 儘管中國人民銀行注入資金 流向基礎設施項目 國企得到支持 但這樣並沒有讓私人的企業和外企再次投資 根據國際金融協會最新的數據顯示 中國在3月流失了175億美元外資 創下單月歷史新高 伍德克曾據名代表中國歐盟商會 熱信中共國務院高層 要求官方變更動態清零的防疫政策 但並沒有獲得正面的回應 他預測 中國今年的GDP成長率將會低於4%